父母离婚打击,蔡允杰高中忧郁症缠身,后悔失去初恋男友。 中天综合台马拉天后撰名,11分之4,播出主题我担心我骄傲,担心家庭长大的心酸路,邀请一人金宝三,陈爱希,郑如银,蔡允杰分享担心。 新家庭的心酸经历。 郁兔正如银表示父母长期争吵,在他国三那年签字离婚,让他大受打击,单亲背景也让他遭遇歧视,他透露自己偶尔会两三天洗一次内裤,以前到男朋友家住的时候,男友妈妈居然会观察他有没有天天洗内裤, 他会去说我洗几件,就知道我不是每天洗,有次男友妈妈居然说我知道那爸妈很早就离婚,所以不知道要洗内裤,他听了当下很受伤,我说这跟离婚没有关系,但他完全没给我机会解释,感觉想渐渐骂我。 郁兔正如银无奈表示,一般家长来看, 可能会觉得担心家庭出身的小孩不正常,只要做一件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,就会归咎到担心背景。 所幸后来爸爸再娶的阿姨对他们是如己出,爸爸有人照顾也让他放心许多,不过爸爸有天告诉他阿姨怀孕了,明明是喜事却面露愁容, 他怕我和我哥会因为这件事情吃醋,抄架,他和阿姨协商后就把小孩拿掉,阿姨到现在都没有小孩,让他相当心疼,但也知道爸爸用心良苦,不希望家中小孩为此出现摩擦。 蔡允杰国中时期父母离异,他坦言父母离婚带给他莫大阴影,他与戴哽咽道,别人父母都是为了小孩监护权朝的不可开交,我却没有人要。 他有两个弟弟,爸爸认为男生才能延续蔡家乡活,所以坚持要带弟弟搬走,他也因为放弃学跳舞和妈妈闹得不愉快,蔡允杰透露,我高三有被学校强制就医,忧郁症会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。 他坦言当时的男友以尽全力陪伴他,但他无法相信爱情,我心里会想,你,这男友,有一天会离开我,因为连父母的爱都可以一息之间没有。 蔡允杰表示,现在和妈妈相处已无隔阂,希望能透过这段经历,告诉大众若心里生病,一定要求助医生。 他过去不懂得爱,第一个男友对他百般呵护,却不知道珍惜,他会帮我把隐形眼镜,脱鞋子,洗内裤,但我不觉得那是爱,以为他只是习惯,到下一段恋情的时候,才知道那是爱不是习惯,我知道这不对,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是爱,我真的后悔失去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